把肉下锅炒 教大家怎么做 到底的台湾小吃 卤肉饭 仔细一看 这些学生 大部分是妈妈级的 他们是来自 各个国家的新移民 董事有问 放新鲜辣椒可以吗 新鲜辣椒可以啊 不懂就提问 有的专心抄笔记 有的还露营 打算回家反复观看练习 这么认真就是希望 我觉得是自己动手做 会让老公跟孩子 会比较觉得是一个家庭 用自己国家的语言 抄写笔记 清楚记下哪个步骤 该怎么做 也有人边玩边学 一边拍照 一边纪念这次的料理课程 来到这里面 有认识很多大陆的朋友 像我自己在家一样 就没有这种机会 去见到什么 陌生的这种朋友 但在这里面都同学嘛 所以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学厨艺也在这新移民烹饪班 认识新朋友 甚至连家中小孩都一起带来 我还在这儿 你要吃啊 不过小朋友肚子饿了 大家都还在学做菜 就吵着要找妈妈 小孩又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又可以学到东西 三个月的烹饪课程 教导这些来自印尼 越南大陆的新移民 如何做出道地的台湾菜 就比较慢 就可能有一些专业的书 你就尽量不要说 会怕听不懂这样子 但是我都跟他们讲说 听不懂要马上问 老师教完了 当然轮到自己动手做 虽然还不熟练 但是他们一个比一个认真 大家都是来这边学习 然后很多同向啊 然后朋友 那不同国家来的是 一起互相 所以也蛮开心的 鱼肉饭加上三杯鸡 是这一次课程学习重点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 在这间教学厨房彼此认识 努力学习料理 希望做给家人吃 也把台湾当成是他们 另外一个家